这是打野的棒球水有赛手秀 按照惯例 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他笑话 小伙是要证明自己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不出意外地被淘汰出局 只有场下关键的弟弟看出了端倪 其实哥哥不仅看清了球的诡计 出棒的时机也很精准 只可惜挥棒速度太快 球棍耍得不利索 但是小伙子接球倒是很稳 何也继续为小男科普 哥哥看似是接触送到手中的球 但其实他早就算好了落点提前移动 妹子大吃一惊 球又来了 打野果然开始凌波微步 谁知棒球表示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来到最后一局 小胖子重装上阵 为啥对面空荡荡的 俺家投手去哪了 众人绝第三指一无所获 这哥们好像跑去参加婚礼了 分子钱都交出去了 得努力吃回来 没辙 场外的王牌投手被迫上场顶替 杀鸡咽用牛刀 大叔们组成的老年艳鱼队节节败退 毫无还手之力 很快轮到最后一棒的打野 对于存在感极低的家伙 大伙可没抱一定点希望 哥哥很是恼火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兵猫 小能他爹也是能挑事 你能打到球 我就给你发奖金 一言为定 我要三万六 这可是偿还欠款的唯一机会 打野终于认真了起来 罕见做起了热身运动 弟弟很吃心味 露出老父亲般慈祥的笑容 小胖子突然起身 他虽然屡屡吐槽哥哥 但作为专业棒球选手 灵敏的嗅觉告诉他 这个小子不一般呢 为了避免瞎猫撞上死耗子 提议荷野投慢球或者变化球 但是弟弟断然拒绝 是要和哥哥来场正面较量 一场龙争虎斗即将上演 奈何摔不过三秒 就在谴责小男给弟弟加油的瞬间 球便稳稳送入小胖手中 阿西棒 搞偷袭弟弟你玩不起 第二球 打野一动不动 还正巧是个坏球 小胖都开始怀疑 这小子真把球的轨迹 看得这么清楚吗 结果第三球还是妥妥的好球 还是一动不动 这就让人费解了 打野严真一代 为了三万六 全力以赴 直接 帽子立功了 大伙目瞪口呆 全力打 小男他爹瘫坐在椅子上 快给我拿粒塑销球新闻 打野心满意足的数着钞票 原来这就是金钱的味道 突然出现了一位西装笔挺的大叔 本以为是球探 其实是新债主 那个我的后视镜麻烦你也给我报了 四万谢谢 刚到手的money还没误热乎 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 譬如打野居然被反复套路 到底谁这么会玩 他来了他来了 他踩着木鸡走来了 上学中的四人正小相遇 小男和打野自说自话 吐槽原田经常教课 理由也是千变一律 切除茫长 记住这里 一会儿要考 谁知高冷汉子懒得理睬 头也不回走入滚滚车流 闯红灯的行为真没素质 咱可不提倡 赶上的打野刚准备叫一番 谁知下一秒被塞进怀里的包子收买 过去真香 原来看面向冷血无情的原田 内心却乐于主人 这一兜大包子都是好友的妈妈 为了感谢他送的 校园里 头号棒球明星 何爷已经开始训练 看着行云流水的一球 我都想跟妹子们一起尖叫 高一的黑幕学长文胜尔士 留出了学校投手的位置 只等何爷未来的加入 共创明星高中的辉煌 小胖子羡慕不已 真乃人生赢家 何爷义正言辞 放心吧 你也是我内定的扶手 一时间爱门的气息弥漫开来 差不多得了 一转眼放学了 几个凶神恶煞的混混堵在门口 看起来毛头直至原田 场景着实有声风化 赶紧拜托打野把他们带到河边 自己稍后就到 吃人嘴软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老老实实带着几人来到小夏 不出意外被鸽子了 原田将重任交付和也立刻开流 小胖大呼不妙 这可如何是好 哥哥被逼在墙角 未在旦夕 抬头一看 原田乘坐救护车路过 玩我呢 最后的救命稻草就这么没了 打野彻底绝望 必须解个手压压惊 边吁吁边想对策 奈何绞尽脑汁也是徒劳无功 棍子头目早已没了耐心 差不多该给你送送皮了 看着面前这群没有黑眼球的家伙 小伙子直到认财 千军一发之际 棒球队杀出 回过神来 面前的小鸡仔已经消失 还是亲弟弟靠谱 可算是化险为宜 周末到了 打工人上线 埋头苦干之时 原田登门 打野气敌败坏 你这死还好意思出现 原田也不容易 昨天刚小盲城炎饭了 去医院做了个手术 打野嗤之以鼻 大哥这个耿你都用烂了 突然原田掏出一个宝贝 看看送你这个能消气不 别人的小树林都是约会圣地 打野的则是挨揍修罗场 阴魂不散的小混混不讲古德 全欧模式伺候 为什么小伙子如此不敬 还要从21世纪钢铁知难讲起 话说原田难得收到一封情书 谁知却千里迢迢 拜托打野帮自己回绝 这脑子是ват了吗 虽然善良的打野 不想让老铁错过姻缘 但奈何糖衣炮弹威逼利诱 小男也不忍 自家杯子被不断摧残 只能默许小伙子完成使命 走在路上吃饭嘀咕 还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原田这款都有人在见 留在店里的大哥也不闲着 代替打野成为打工仔 就是这面相着实有点善人 本来就门可罗雀的咖啡厅 变得更加冷清了 为了打发时间 敌人难上线 情书上没有地址 是直接送到你家的 而妹子并不知道你的住址 所以此事并不简单 可惜高冷人设的大哥懒得大力 啰里啰嗦别影响我干活 那一边 打野已经逐渐走入陷阱 小树林空无一人 绝地三只也别想找到一个妹子 但汉子却一个也不会少 混混们对于打野的出现颇为惊讶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打野很是尴尬 误会都是误会 回到咖啡店 一个眼睛妹走了进来 你说巧不巧 情书的署名正是她 几番交谈过后 终于验证了小男的猜测 袁田这才后知后觉 糟糕被算计了 此时打野的处境正如开头 面对这群没有黑眼珠的家伙 一顿闪转腾挪 流星锤 镖枪 狼牙棒都整上了 还好小伙子反应灵敏 只要我闪得够快 十八般武器就追不上我 诶等等 这就过分了 咋连手里剑都预备上了 火影村的你走错片场了 没辙了 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还是逼之无路可退 那我们的小天才 也不是吃素的 此刻他的小脑瓜子 飞速运转 呃这 大丈夫能屈能伸 没有射算就乖乖爱揍吧 可是虽然精神上认怂 身体却很实诚 闪过迎面攻击 回敬一技直拳 且战且退 再来个面目拳飞脚 混混头子彻底怒了 一声令下群起而攻之 打野被四名大汉架住 只能任由宰哥 千军一发之际 正义的化身登场 First Blood Double Q Triple Q Quadra Q 急活了单身万分 这时候圆田 打破小两口匈恩案 热身运动太过激烈 刚缝合的手术伤口 又裂开了 原来他昨天 真的做了盲场手术 看着铁血硬汗 随着救护车离去 打野的那些 久久不能平静 这个兄弟 我交定了